是我沒睡 昨天就是昨天晚上玩太嗨 我跟這幾個去喝酒了 然後我是兩點走了嗎 一點 一點一點 反正我從 我要睡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就是 從三點開始寫簡報到現在 然後我剛剛的計畫是說 一場在講的時候 我來下面多改簡報 然後我的簡報更完善一點 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的簡報是做成那個 寬的 然後這裡好像是 我不知道這是換的嗎 你們看有練習嗎 好是換的 然後就是 就是像各位說就是那個 第一版的簡報就是沒有 沒有很多時間去完善它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出事 很高興 請多介紹 然後 嗨大家好 就是很開心可以在這裡 有機會跟各位 分享一些我們新作的玩具 然後 我叫做Pack 然後我是一個 有木型的潛入示範體工程師 我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去芬蘭工作 然後就看盡了這輩子 就是 的血 就是我已經不需要再看到那種白白的東西了 然後 那時候我們上 上班 開玩笑 然後 二零一三年之後呢 就回來台灣 然後加入 Chanico 然後 做那個 Vinux 然後 在一七年的時候 去上海 然後 在那個 貿易戰爆發以前就逃走了 我現在在 我現在住在東京 我在東京工作 然後 應該要自我揭露一下 就是 我們在發覺有用到QT 有沒有聽過QT嗎 聽過 OK 我現在在QT 但是這個東西是我自己的發覺 跟公司是沒有關係的 OK 自我揭露 然後 我曾經想要追尋那種 數位遊牧的生活 就是那種Digital domain的那種 那種 工作模式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養了兩隻貓 所以喔 可能 可能就 必須要暫時的 安頓下來 我 我應該是今天整場那個 開放硬體的check裡面 硬體體最差最差的一個 所以 如果 如果等會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或是 需要修正的 有什麼意見 隨時 隨時舉手 隨時 隨時跟我說 OK 然後 因為 因為我很久沒有用中文 Gang Talk 很久沒有就是講 這麼 這麼長的 就是 你們知道就是在 人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就是 就是那個很難轉換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有些 有些用詞 我可能還平留在那個 這件上海的那個 那個 那個環境當中 所以如果我等下 不小心講錯了 軟件啊 硬件的話 不要 不要笑太大 所以就是 提醒我們一下就可以 OK 好 那 可以開始了 身為一個那個 軟體工程師呢 我覺得就是 我們大半輩 一直都在跟一些 虛擬的 虛擬世界的那種 原件 接觸嘛 對不對 那所以 很自然的會對那種 可以摸得到的 實體物件那種 Tangible Object 就是特別的改進去 它有不同的材質啊 什麼的 因為 虛擬世界跟現實 有很大的差別 嗯 好像只有跟阿翔 才需要解釋 就是 有很大的差別這一次 就是 現實世界當中 物體 它是有重量 有氣味 有不同的材質 它 需要時間 就是 你軟體 你可能說 你就是 加那個 加硬體 加 Power 可以讓軟體的時間 就是用 把它 把它變得很少 但是 但是現實世界當中 你如果說 你的水泥沒有乾 就真的沒有乾 你家養排 之後它也會乾 那麼快 對啊 而且 在現實的這個 物理變化 或化學變化 其實通常是不合膩的 就是 所以 講這個想要解釋說 為什麼我會對 就是為什麼一個 一個軟體用的 就是會對 碰得到的東西 就是感興趣 有 有點 就是我要改解放啦 我一直相信 我一直深信 我一直深信呢 身為大人 其小數的優勢 是我們可以買 自己想要的玩具 我一直是這麼相信的 那 在大人這個群體當中 相對小朋友 大人這個群體當中呢 有一些人 相對的 比較幸運 他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玩具 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 都是屬於這個比較幸運的 這個群體 那今天這個 talk 其實是要獻給 就是 喜歡做自己玩具的人 呃 到時的 做自己玩具的這個 這個熱情呢 我們其實一直在做玩具 這個是我們在2016年的Costcom 發表的 呃 一個 自己做的烏克利利 它叫做閃電力 那它是3D練印加上樂器的零件 做出來 全部都可以在家裡做 那大家就是如果它的話 就可以找得到 那它是一個 開放硬體設計的 3D練印的 DM無可依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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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有 有amplify 然後 所以它可以直接從speaker發出聲音 就是你不用帶音像 你可以直接拿來看就可以 然後發出就是很難聽的聲音 因為它是塑膠的 然後呢 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發表了 挖東牆古西牆之 最新古土古的計畫 旭 旭日東森水泥小魚池 桌面板 就是一個文青的桌面小 大家還記得旭東做過什麼嗎 旭東說就是 蛙生了以後可以養魚嗎 所以我們就真的幫它做一個可以養魚的東西 我們找人做了 用ZBrush做了3D建模 旭東的臉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用3D列印做出它的頭 然後呢 用矽膠翻模的方式呢 把它頭做成 雙層的模具 然後再把水泥灌進模具裡 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文青的小米 然後這個project最妙的地方在哪裡呢 是因為我那時候不是在上海嗎 我們買了中國的水泥 然後把這個頭寄來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是把它們的國土就是 弄回來台灣 我們增加了自己的國土 然後 2018年接近 萬聖節的時候 我們發了這個 Talking Pumping Hat 就是聲控智能音箱的開發條件 那它其實就是一顆會說話的南瓜頭 那它裡面用的就是那個 Raspberry Pi Zero 剛才ZERO W 剛才講到的 然後還有那個ReSpeaker 就是兩個麥克風的那個hat 就是兩個夾在一起 然後它就可以做語音辨識 那我們配上那個Google System的SDK 然後呢 加上 就是加上剛剛那個hat 然後加上那個按鈕 然後 你就可以做到就是說 你拍它的那個瓜底 然後它就可以跟它講話 然後或者是你就跟它說 嘿南瓜 然後它就會被換起 就是那個Google System的功能 然後呢 我們原本是想說 萬聖節要讓它更恐怖一點 應該要那個變身對不對 就聲音症 那不是什麼 是小愛同學嗎 反正大家的那個AI AI印象就是自己會笑啊 自己會講話 然後我們講說 萬聖節的時候搞不笑一點 然後我們在那個眼睛後面加了LE 所以晚上看還蠻恐怖的 然後 就是 你現在 現在想一想啊 就是如果我們把旭東跟這個化學結合的話 我們就有可以跟講話的旭東 好 那不是很重要 就是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project裡面看到 就 Raspberry Pi 就是數位派的流行是很無庸置疑的 不然我不知道這是故意安排還是怎麼樣 就是今天早上整個track都是數位派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這是 不光數位派還有各式各樣的那種 single board computer 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事情 對想做玩具的人來講 有這麼多的選項 總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要把板子 設定到 可以開始玩 可以開始hacking的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對吧 我們大家 我覺得我們大家最後可能都發展出差不多的流程 就是你把Respian的那個image 燒到SD卡以後 燒到SD卡以後 然後呢 燒到SD卡以後呢 你把SD卡插到電腦裡面 對吧 然後呢你就先touch說 我要開SSH 讓我遠端連線進去 然後 然後呢 用Echo的方式呢 就跟他說 我的Wi-Fi設定 密碼 帳號 在這邊 然後呢 最後 讓Pype用那個SD卡開機 然後你再用MAP去 去想說 喔 我的Python IP是哪一個 大家都會 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不用接螢幕 或是不用接鍵盤 不用接滑石 但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對吧 然後還有就是 電源也很麻煩 然後就是接線 接線太多的時候 還有出乎意料風險 你知道嗎 就是 貓 會 咬線 所以 好實驗 實驗證明了 就是 你有效的降低外露的線材數 可以減少被貓攻擊的機率 這是實驗證明 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 需要一個 一個更為使用者著想的一個平台 然後有更好的硬體的形式 幫助大家去做玩具 那 減少花在準備的時間 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生產 你可以專注在 你想要做的專案上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也要就是減少被 貓攻擊 攻擊 OK 那進入正題 就為你們介紹一下 Pyutepi這個專案 嗯 Pyutepi 叫Pyutepi呢 就是因為它用了 Pyutepi 喔 這個就是Pyutepi 這樣子關吧 OK 那給你選擇了吧 那通常這種我會有點掌聲 呃 就是 是這樣的 就是移動式的那個 就Portable的Py有太多太多了 就是你隨便找成千上萬種 大部分的這種Portable Handheld的Device 他們都是做成 呃 遊戲機 因為那個Device加AP key 是最容易做的 然後 呃 他也不用去管UI的事情 因為他沒有Retro RetroPy 就是去幫他把整個UI做好 對吧 他只要有這個Key mapping 對了 他就可以 他就是一個可玩的東西 但是就是 他們通常都是用一些 呃 就是小螢幕 然後沒有觸控 可能還是要接來壓鍵盤啊 或者觸控板 我覺得就是 嗯 有一些狀態就是這個東西不夠的 比如說 比如說你今天 假設你今天在外面 然後要登錄一個 一個野生Wi-Fi 然後野生Wi-Fi 登錄之後 通常手機在那邊跳出 Captic Login 然後說 你要用網頁去Login 然後按確認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那種 就是 只有鍵盤 或是只有Depid 就做不到啊 如果沒有UI 沒有瀏覽器 就沒有辦法登錄 就是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你把你的東西 比如說帶到你的 嗯 就是你要去現場去測試 然後測試的時候 我今天想要下一個comment 比如說我的Wi-Fi被關掉 我RFQ 要把它打開 就是沒有 沒有鍵盤或沒有螢幕的時候 你是很難去做到那種 緊急的 推進 就是下一些命令 就不夠 所以呢 我們想要做的是 可以 呃 可以帶著走的 一整套的 hacking的 呃 數目派的平台 OK 然後 因為我是 現在是系統工程師嘛 所以 呃 Ui是導本行 這個Ui我們覺得沒有問題 主要是那個硬體要怎麼 讓它去Ready 呃 第一步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去驗證這個形式 到底可不可行 哦 所以我們今天 呃 做了一個 就是 我們的第一版 呃 的時候的設計路標 就是我們來驗證說 這個 呃 就是可攜帶的樹梅派這件事 究竟可不可行 因為你想 想法都很好 齁 老闆想都很好 PM想都好 Potline owner想都很好 但是你實際去實做的時候呢 可能做出來不是那麼一回事 好 所以我們去驗證一下 所以我們遵循MVP的原則呢 做了 paper prototyping 齁 LITERALLY paper prototyping 我們用後指板做出了 手做腦溫度齁 就是這個 折起來 然後旗幟超過的25mm的這個厚度齁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做到齁 然後還有環保支架就是飲食 就是那個整個平板可以立在桌上 Mapro prototyping 然後呢 這個是背蓋 它是可拆卸背蓋 可換電池 還方便散熱 對 那如果我今天透過去講到這裡面 等一下一定補我 一定在門口揍我齁 但是聰明如各位一定已經發現一個問題 你看這個 閃電標誌 有沒有 這不是哈利波特 你知道是什麼嗎 這是樹梅派的風味在跟你說 我現在電壓不夠高 你只要電壓低於4.63V 它就會跟你說 Under voltage Under voltage 然後長時間運作之下 這東西是會對硬體 或對你的SD卡造成損害 因為行動電源只出3.7V 所以如果你直接行動電源 就沒有動 所以顯然這個 Mapro prototyping的驗證是不夠的 那沒問題啊 我們就做第二版啊 對不對 然後就試著試著改進它 那首先一定要提高電壓的 要升壓模組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希望它可以做得更保 就比2.5V還要再更保一點 然後 要 通常 怎麼說 一般的手機平板 都會有那種 接著充電 但是充電的時候 又很想要玩一下的 那種邊充邊用的需求 那邊充邊用這件事 對於 簡單的升壓模組 就是非常傷害電池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功能 但我們希望就是 可以完成它 OK 然後我們第二版就比較Hot Core 那時候在上海認識的一幫兄弟 他們從硬體設計啊 焊接解焊啊 分布啊 Driver全部都能駕馭 所以 所以我們就 又還有 等一下在上海又還有免運費的淘寶 所以我們就是 得到了超多的零件 然後可以做出比較大的感動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Pi拆得非常非常扁 這個 看得出來嗎 這是Pi 這是Pi3 然後我們把那個USB都拆掉了 然後那個 這個 Ethernet也拆掉了 然後那個 Jack也拆掉了 然後 HDMI的頭呢 還把它拆掉 換成20pin的那個排線 那邊再扁一點 然後最後 這個電源頭也拆掉 就是我們直接 直接焊那個 就是 焊線上去 然後螢幕上面 做相對的修改 就是不用再去接那種 HMI的線 因為那個頭都很大殼 然後呢 搭配3D電E的殼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下面這個是螢幕 然後3D電E的殼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拆的很扁很扁很扁的室位派 然後 這個是一個 那個 深壓還有充電的模組 這個超過的 可是還蠻好用的 就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家 然後 應該好像台灣 這個模組還蠻酷的 然後 這個是 那個 然後再加一個小喇叭 後面那是電池 然後最後我們在這裡 加了一顆 MC 然後做那個 按鈕的功能 所以 第二版的時候 就是 挺high的 那 成果上這樣 我已經覺得很滿 因為已經有除息了 就已經是個 平板的除息了 對吧 它自己有電池 然後可以出控 然後可以開可以關 然後可以邊充邊用 然後又不會有那個 閃電的小符號 然後 欸 整個UI又是 又是用YouTube做的 就已經做完了 對吧 有觸控螢幕的鍵盤 然後又有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還是 空面的那個 那個 Based Random 所以還算新 因為又不是那種很古老的 的 的 那個 的瀏覽器 我就覺得很滿意 然後 我就開始拿給朋友看 就到處炫耀 你看看我做一個新玩具 然後我說 喔 這好棒喔 我也一樣 好喔 因為這個完全不scalable 你知道 要解焊一個板子 要花多少時間 它還可能會焊過來 對吧 就是有時候東西還會掉下來 所以 這就是完全不scalable 所以二代呢 就是 又被放到櫃子裡 可是我們要做 第三版 第三版是 要 要能夠量產 就是 這個就是 要能夠scalable 那我們自己做了電路設計 然後呢 花錢請人做電路的layout 因為layout都是好像是 非常專業的事情 我不知道 它這個電路的層數還挺多 我就是可能自己自己 run是 run不起來 然後我們花錢請人做layout之後呢 再把它用免費的 open source的方式 防出來 然後我們就任性 怎麼樣我們就要做玩具 今天就是砸錢來做玩具 然後呢我們再聯繫了 各個中國裡面的代工廠 然後就是背料啊 打板啊 然後最後就是去驗證 那個硬體的功能 欸 我們真的做出來了 那個板子長這樣 我們上面用了一塊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compute module 3 CM3 plus L L是Lite Lite Lite是沒有那個ENMC storage 然後我們一樣是用SD卡 然後呢 剛剛說要功能完備 所以我們就想把那個平板沒有用到功能全部加上去 首先 CM3它沒有Wi-Fi藍牙 所以我們加一個Wi-Fi藍牙去 然後呢 加一個MGU 這個MGU的功能很重要 MGU它要做的事情很多 它要監測那個按鈕的event 就是我今天是長按短按對不對 要強制關機的還是 就是按兩下什麼的 然後 還有它要負責做電源的控制 然後還有power management 就是我今天是插上線的 欸 它上次偵測到說 喔有電池插進來了 那我今天就是要切換了power source 對吧 然後還有一個很難做到的功能是 電池的電量 我也是看了以後才知道 原來要精準的量測電池剩下多少電量 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 就是對於就是寫UI的軟體功能 是在講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首先你要有一個Voltage Divider 然後呢 你要能夠有一個ADC 做那個就是Anal 到Digital的轉換 然後呢 你要去就是一直戳那個電池 然後去量測它的AD值 然後再把AD值對到一個 一個長這樣的一個曲線裡面 就是這個電量消耗曲線 然後才可以大幹的得出說 我現在剩下20%或我剩下40%的電池 這個功能我沒有做出來 然後上面當然放了 然後就要做了座位移啊 然後溫度感應器啊 然後這個扣的扣大機 然後就不用講了 後面的話 SD卡你一定要插 因為這個OS嘛 所以就是 如果壞掉的話 就可以直接收換 那我們剩下6根GPIO PIN 我把它留出來了 然後 有一個完整的USB Type-A 這個你在一般平板上 可能找不到 就是這麼厚的USB 這個就是Friendly 這個就是Friendly 對 Hacker-Friendly 然後Micro-USB做殺菌 現在把它換成Type-C 然後HDMI output 就是 這個把它換成 然後還有C 那我們在對內的有幾個PIN角 上面這個是燒路MCU的PIN角 然後這個是 MIPI DSi Display的Touch 進來的 就是觸控的那個排線 然後這個是MIPI DSi的排線 不過為什麼要這兩個東西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不用HDMI 因為HDMI 覺得螢幕 螢幕又比較貴又比較厚 然後那個頭又很大 如果我們用VP DSi的話 就可以把它做成更薄一點 好 很酷吧 然後這個是接電池的 然後這個是接Speaker 好 大概 然後這個是接相機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的功能 很酷吧 稍等我一下 我拿出來看看 不好意思啊 都沒有時間 預先準備一下 全部都塞在碗裡 稍等我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板子 然後沒有Compute Module 我第一反打了十片 就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 八月底的時候 還要再去做修改 後面這個 好 算了 不行 我不能拿這個很醜的 我們是很像阿嬤的 塑膠袋 這個Steve Jobs 都會 好 這是大家拍照的 好 這是大家拍照的 好 這是產品Louch 好 這是產品Louch 代理長怎樣 好 好 有這些我們就在 不用去解憾拆板子 就可以稍微 能夠量產 我們在半年很短的一個時間 裡面就做出了可憐偶的運氣 那除了兄弟們很靠譜之外 這個還一半要歸於這個 送禮派基金會 他們把那個CMIO版的設計 用BSD License搜尋出來 那有了這個參考 公榜 大家可以很容易去做自己的玩具 那 我小時候齁 就是 十年前參加CostCup的 我不知道十年前 小時候最討厭那種 就是Speaker講了半天 然後也沒看到 跟開放原子脈 有什麼關係 對 對話不多說 直接上口來 這邊 Github的這個 幫我們答清 按讚 轉發小鈴鐺 這個 這個就是 所有硬體的設計 然後 所有的分位的code 所有的Driver的感動 之後呢 還會把UI 還有機殼的3D模型 可工作的檔案 全部都放上去 它是一個 側頭側尾 除了 除了Podcast 他們自己的那個分位的圖照之外 側頭側尾 你看得到 摸得到全部都open 全部都open 嘿 然後呢 嗯 是這樣的 就是 業界 好像會用那個 Candex的做 做Ido 做PCB Layout設計 那 是 它雖然有免費的Viewer 但其實只能在Windows上跑 而且也不是一個開放的東西 我 對這裡就是 心理還是有點 我不知道是 潔癖啊 有沒有在場有沒有 或是用KICAD KICAD 這個project 有沒有 有嗎 那那個會後 昨天跟我聯繫一下 我想 問看有沒有辦法 做接案的形式 我們想把那個 Proprietary的PCB 設計檔案 用OpenSource的工具 去把它重做 我想把它從 生產的源頭開始 就是能夠 完全完全的open 我們是有影響的 好 那 要來demo 那個 這個 這個 這樣子啦 就是 機構 這個殼 就是Enclosure 以下是我自己用 Function360化的 然後就是 勉強能用 能裝上能抖 然後呢 就是 為了 為了搭飛機 從日本到這邊來 我怕 安檢的時候出什麼問題 我把電池拆了 這個 我怕電池出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 各位看到會是一個 3D列印的殼 加上我們剛剛講到的 那個 迷屏DSI的螢幕 然後 加上板子 加上 這個 CM模組 好 建立一下預期 等一下demo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請來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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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小幫手可以幫我拿個 麥芽 紅 動 這個可以喔 可是我站在這裡 大家看不到 我想要站在中間 有沒有啦 我等會兒站在這 好了 來來來,你來來 好,那個,拍照一下 欸,拍照了之前 這是3D練習的殼啊 這個除了作為把手之外,它可以當鼓措,就可以站著 然後就是要打字的時候可以這樣子來 很薄啦 然後板子在這裡 然後後面很醜,這塊地方本來是放電池 然後還有 speaker 就背蓋沒有蓋上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講的很 compute module 都可以拆開,可以抽出來 如果之後 CM4 發表的話 如果它 pin to pin compatible 我們就可以直接升級成 5V 這樣做吧 然後這側邊都是 core 好,我現在要把電源接上 不會,冒煙就乾淨了 好,接頭電源的各位 你看,什麼事都沒有 它有幕是黑的對不對 因為是 MCU 在控制電源 如果我沒有開機的那個按鈕訊號的話 是有未亮的 好,我現在把 我做一件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猜拖 哦... 噢... 那我為了這一刻更了多久 好,我要開機囉 好 剛剛有設計一下 我想問你原始設計的時候 有沒有容許無間磁開機這件事情 有啊有啊 等一下 我昨天把它設的時候還可以走 電源電腦你電腦嗎 對啊 你要不要用使用電腦 亮了亮了 不要不要那個 還有要開機要開機 你剛剛是客家的 對對對 我也是客家的 應該再開機 有有有有 快好快好 他已經說他沒有調教 好來看 是特命喔 是他有電腦嗎 來你看 U-Name 有奧負責是VNAS 好 謝謝 謝謝Live Demo結束 這個Live Demo已經夠難了 他為了Live Demo 就是 我不想再做第二次 我先把他攻擊 謝謝 謝謝 應該有一個強制關係 為什麼 逼我 剛剛說 你不要搞我 直接 直接把他捏 好 那這就是 那我先擦開 好緊張 這就是 Cue Cue 他是真的朋友 相信我他是朋友 你們到官網去看了 有那個Demo影片 我有預錄好 就是 那個預錄的影片 真是想說 如果板子燒了的話 我可以把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預先準備 OK 然後這個是目前 就是整場空裡面 最無聊的一張三 還有多久時間 你看還有 蠻久時間吧 這個是 軟體架構 那我們 裡面有MCU 有CMR用嗎 那MCU的所有的 那個 訊息 通過UR 傳給我們底下的 一個Demo 一個Re-Service 然後Re-Service 其實會把比如說 按鍵的訊號 或者是電量的數值 在網上傳給QT 在UI上做匯之 或不會 例如說 last screen啊 解鎖啊 關機啊 跳出這個關機的畫面 做出一些控制 然後底下也是Sensor 透過QT的Sensor Chromebook 也是網上 那為了 就是 那這個東西是 百分之百的 樹莓派相容 我們 當然是一樣 使用Respian Pixel的 那個 Solution 跟它的界面 然後呢 在上面呢 透過VLAN跟XVLAN的方式 用 因為 你知道就是 請坐啊 平板對於 Menu還有 UI還有 Icon的需求 觸控 跟 Desktop 是不一樣的 這個無需多移 那 為了解決 能夠在 8吋的觸控螢幕上 使用的問題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刻了一套 就是 UI 然後自己刻了一套 Launcher 然後還有你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 Virtual Keyboard 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用QT寫出來的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要怎麼讓 比如說假設 Minecraft 或者說 我今天是 DexTable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我不知道 我跟Resty好不熟 上面如果 你也想要用 觸控鍵盤的話 也可以 因為它是直接開在 XVLAN裡面 然後再畫到 Compositor上面 然後在這上面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網頁流碼器 然後還有 Terminal Yent Yent 還有Compos 做那個 Wi-Fi跟藍牙 沒有藍牙 它是做Wi-Fi的設定 這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能不能輸入 Wi-Fi密碼 然後能不能連到Wi-Fi 這個是很重要的 給我們 Keyboard feature 好 無聊的東西講完了 好 我們原本的 就是 這個專案的 Launch的 測試是這樣 就是我們想要先 就是 Facebook 像Kotina 或一些其他的 Make it Pro 這樣子的一個 臉書的社團 我們去分享說 這個光好在這 大家可以有興趣 可以註冊一下 那個 E-mail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來通知 那我們就 先上線了一個 一個網站 然後呢 然後想搜集集集的 Melding List 然後就是大家真的有興趣 就是 那很說不得到 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公司 也不會就是 也沒有很多資本 也不可能一次做很大量 所以我想說 小小的小小的把這個玩具做出來 然後呢 這樣我們可以去預估說 我們要 進多少料 然後可能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生產成本 對不對 然後包含殼也是啊 我殼還想說我自己用錫膠幫忙來做 一個錫膠我大概只能做五十個殼 然後它錫膠就會變形 就會壞掉 因為有熱的問題 只是個 就是想要小小的 那 Melding List很不錯 就是我們收集了大概六十七十個 呃 郵件形象 我就想說 很不錯 反應很熱烈 而且寄信的時候開心率也很高 就很開心 然後每天大概有兩三百個patch view 這樣 然後就 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面 就是 就很開心 然後壞就壞在 我們有一個網站上線 這個網站呢 就被各大媒體 就是轉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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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在三天前 有一個user呢 有一個user 把網貼上 黑客news 然後 就爆了 我現在喔 我現在喔 我現在看的時候應該已經看到三千個那個 E-mail訂閱 三千喔 三千喔 什麼鬼 我不要拍手 我很笨喔 然後那個 原本很開心的是在這邊 你們看到這個小小的起伏 沒有 兩三百patch view 然後再兩天前 這邊去 我現在已經 就是我連信我都不知道怎麼寫了 嗨 大家好 感謝你們 就對這個batch 有興趣 真的要謝謝那個叫 DukaL的這個user 就是他把我們貼到 黑客news上面 這個是 感謝他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反正是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那當然就是 majority majority都是 美國 或是歐洲的 的有量 那其實因為 我們是希望是以 就是台灣 設計啊 生產啊 或是說玩具啊 就以台灣 出發 那所以 還是希望 請大家 到官網上 Qtepi.io Qtepi.io上面去 訂閱一下你們 店絕對新加拿大 然後把這個連結分享給 就是 親朋好友啊 就是媽媽 或者是爸爸 大家可以推廣一下 然後呢 我們在八月底 就是下週吧 會做 呃 dbt的得意體 然後 你就會大概的 知道說 這個 可能的售價是多少 差不多可以付一下成本 然後 任何的更新 我們都會用email 跟大家聯繫 所以 呃 徵求熟悉 安規檢驗 R RF的那個 certification 然後還有那個 機構設計的連載 就是 請 請跟小屁聯絡 然後 這樣的第一點就是 我們收到很多很多 各位問題問說 你們要不要做全部 要不要做眾籌 要不要募資 要不要 kickstarter 我 比較老派 就我覺得 對於一個 風險很多的東西 然後很不確定的東西 我不希望 就把這樣的夢 就先塞給別人 我們希望是 自己先做好以後 以後再 再拿出來講 所以 除非今天我那個 RF要去過 破檢或什麼 液質要破檢 然後那個 實驗室的費用太貴了 但是自己 自己hold不出了 才會考慮 使用其他的方式來 其實 否則我們還會休想 自己砍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比較好 比較負責任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 這是武漢 這是小事 對 請說 在藍牙跟無線網路模組 的部分 其實有已經 驗證過的模組 可以直接用 什麼考慮 就你 Module Preserve 你整個板子 還是要破 對 你這樣連幾個 是完整的 那 USDC的充電器 裡面 會增加起來 可是他就 就是純充電 因為他的腳太多 那個 Compute Module 只有200兵 就是大部分都有螢幕 所以我們只會拿Type-C做什麼 請問 我想問一下你的 機殼蓋起來之後 他的溫度是多少 不知道 我必須誠實跟你說 不知道 然後 我明天早上 會跟一個 有做In Chrono Design的人 就是 我們見面聊天 就是這次回來 大家聊一下 那我之後會對機殼 這個 就是 比較了解 那可以看一下 我好像帶來 就是 3D列印的版本 這個是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然後 這個是被改 然後 就是怎麼煞熱貼什麼片尾 或是 對流還是摸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還要摸索一下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任何都可以問 好 那 沒有的話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